這個司機他是在AXX1 Q等於E的話就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他知道他現在在AXX1 他也是從物理上他也是選擇在AXX1 他做磁彈 他我看一下他 他NO 這是他物理上 因為這是他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他假設他這邊做的決策 就是說他一開始就在AXX1上做的決策 所以這是Q等於1的時候做的決策 就是說他Q也不一定等於1 他後來給你講是Q也不一定等於1 如果Q等於0.5的話 他可能那時候Q等於1 現在做的決策就是錯 那所以他這個Q的這個 他的這個價值或者他的意義就是說 憑這個刺激一個初始的設定 對他真的是在AXX1 對啊我覺得這解釋很好 就是說他真的在AXX1上面的概率有多少 所以就是這個題 如果Q等於1的話 這個題目就是從 磁雞彈從最開始 雖然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到底在哪 對 他從物理上他是從AXX1開始 還是計畫這件事情 他Q等於1的時候就是說 他能在AXX1上面他計畫這件事情 是P1等於1分之1的時候最大 可是呢他不一定在AX1上 他的Q不一定是1 他如果Q是0.5的話 他AX1之前Q等於1的計畫就是錯了 嗯所以他 而且他的計畫也是 就是說是他會從 他會 他先記著他從1開始 從AXX1開始 然後下班 是 是 所以Q等於1 Q是說他真的是在AXX1的紀錄 可是他也不一定在AXX1 所以他那個計畫可能是跟先前的計畫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會有這次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所以這個解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說他一開始 Q等於1是他真的在A下面做的這個計畫 那他這個計畫呢 他是不是真的 如他所願的他這樣子其實不低 所以Q是說真的是 Q等於1.5的話 他不一定在那個AXX1上面做這件事情 他只要是Q等於不是1的話 他一開始做這個計畫就會很不錯 好 那我們現在看另外一個部分 是我們先前講過有兩種 把再舉表達出來的方式 一個是正規畫的 Normal Form的表達方式 那一個是Extensive Form的表達方式 那我們這一張一直都在看那個Extensive Form 就是把它畫成Pintree的表達方式 那我們很想調合這兩種 大家要慣用的兩種表達方式 我們來看說 從一個表達方式 能不能轉換到另外一個表達方式 給我一個 Extensive Form Games 給你一個 用賽組組表達的 賽局 能不能把它轉回到Normal Form 正規化的表達方式 或是矩陣化的表達方式 怎麼轉 好 所以這邊有講兩個 這個是Extensive Form 它是Extensive出去的這個賽局 那給你兩個這個賽局 那都是Battle of Success 那兩個不一樣的就是中間 有一個Information Set 那沒有Information Set是Sequential 因為玩家2清楚知道玩家1 在一開始的第一位 我選了O還是選F 那如果有Information Set 連接這兩個的話 就是他們是好像10萬的 因為它就是等於說玩家2不知道玩家1 一開始選了什麼 那這兩個 我們的目標就是把它換成Normal Form Game 來給它出來 好 那Simultaneous比較簡單 Simultaneous是我們一開始一直說的 就是兩個玩家 他就是獨立 然後又互相不知道對方選什麼 狀況之下 還是去選他的策略 所以Simultaneous比較簡單 就是玩家2他不會先知道玩家1做了什麼事情 他就是自己獨立的去判斷他應該要做什麼 所以Simultaneous是同步發生的 那玩家2就是這邊他的策略也很簡單 我們還是用大O大F好 其實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他就是 他是小O小F但是也沒有關係 可以把選小O小F都可以 那這是我們在這一張之前 他們一直都假設的 兩個玩家獨立的做 然後都不知道對方做什麼選擇 那可以是這樣寫 把他寫成Normal Form 就是標準大家的做法 好 等一下 我如果有忘記的話 那個小COP包圈在這裡 就是下課的時候記得來拿 好 這是第一個是Simultaneous的時候 有Information Set的時候 他是這樣做 那第二種狀況就是 轉換起來就是比較困難 就是因為他的可能性很多 可能性很多 你有可能要分是 玩家1一開始選的O還是一開始選的F 那或者是沒有選到的 你可能也要把它寫進去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Sequential的話 他就有幾種各種可能 就是OO、OF、F、OF 因為你無法是只講O跟F 因為你講的O跟F 你還要給定玩家1的是O還是F 你要把它所有條件寫出來 就是我們現在在講Sequential Sequential的話 你還是一樣 我們要看的是Mix Mix的話就是你所有的可能 你不能是 你不能說你只出F 你只出F的話 你會問你說 就是你出F的意思是什麼 你能不能這邊出F 這邊出O 這邊出F 或這邊出F 所以你要把所有的Mix 狀況都把它寫出來 那Mix的狀況寫出來的話 就是底下這個樣子 就是從OO到FF 所有的Mix狀況 只是機率加起來是E 那接著你就是去把效用填進去 效用填進去 因為我們這邊是 你知道玩家1是大O跟大F 中間選的一個 那玩家2是所有的這個Mix strategy 上面他選的一個 那這邊就是 就是玩家1選 直接看這個怎麼填好 就是玩家1選大O就是左邊那一隻出現 那如果玩家2選到小O的話 他就是跟玩家1選的一樣 他們會有得分 就是2E 2E 他不管就是玩家1選大F的時候 是小O還是小F都不管 對不對 都是2E 如果記得的話 就是要兩個要一樣 兩個要一樣才會有分對不對 大O大O才有分 所以把那個效用填進去 這邊都是2E 那玩家1如果選到O的話 那玩家2如果在O的那隻 在第一個分量選到F的話 就一定是0分 所以這邊都是0,0 兩邊都是0,0 好 那這個也不難 玩家1選到F的話 玩家2如果都是O的話一定是0 那玩家1選F的話 玩家2他第二個分量是F才會得分 所以第二個分量是F 就是OF跟FF才會有兩分 一分兩分、一分兩分 那玩家2如果第二個分量選到O的話 就會是0分 在這兩個分量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他把玩家2所有的MIXTRAGE都寫出來 然後再把效用就是看 就是怎麼樣才能夠有得分 那只是把剛才那個extensive form 把它寫成矩正的表達方式 那這個在看到跟剛才這個表達方式 他有不一樣的是 他有一些狀況他會重複兩次 他每一個21跟00 21跟12都重複兩次嘛 21這邊有兩個 12這邊有兩個 然後00也各重複了兩次 因為他要把他沒有走到那一隻的兩個情況也算進去 所以他就各走兩次 各有兩個效用 就是你OO走到了 可是你OF沒有走到 你還是要把他算在是21的狀況之下 所以一個會有被重複了登錄一些 他會有duplicate replicate twice 可是沒有走到那一隻 你還是要把他算進去 因為他在那個MIXTRAGE裡面 你還是要把這些 他可能的狀況給規範好 所以才會有兩次的出現 會覺得說在這個狀況之下 如果是sequential的 你用這個normal form game的表達方式 就是會很容易啊 因為他其實有一些格子 就是基本上是所有的格子 都是被包含到兩次了 而且這個是每一個點上有兩個選擇 那如果每一個點上有更多選擇 三個選擇四個選擇 他重複的次數更多 因為你要把他沒有走到的那一隻 等所有選擇也把他選進去 所以會變得很長 這個是他從extensive form game 轉到normal form game的轉法 如果是sequential的話就會變得很複雜 那如果是scontaneous的話 就是比較簡單 就回到先前這張之前的那個版本 好 這麼有問題 那所以如果說你把sequential game 把他轉回是normal form game的話 就是他這邊講的就是 你就miss the point of capturing the dynamic structure 就是extensive form的優點 他就是要記錄時間 還有dynamic dynamic就是跟時間相關 還是要把時間記錄進去 可是你把他轉回螺幕封的話 當然是可以表達的 可是你就失去了那個時間的元素 你就失去時間元素 那 而且match equilibrium是static 是static 可是你在extensive form裡面 你就是容易看到說 這個非禁止的狀況是怎麼樣 或是他選擇了哪一條路徑之後 他就不會變 可是當然兩個是可以是一樣的 就是你可以有從extensive表達回去normal form 你是可以這樣表達出來 可是你就失去了時間性 然後natch equilibrium 就是在normal form上面是setting 不是你的extensive form本身是一個dynamic 那我們現在還是要去想說 怎麼樣在extensive form上面去找那個natch equilibrium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時候你的從extensive form轉到normal form 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有些時候如果是sequential的話會變得很容易 就是說會有同樣一格 他可能會有兩個或是三格的replicate 會有這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你從normal form轉到sequential 對不起轉到extensive form的話會有不只一種的轉法 他就是不是一對一對應的 這兩個不是完全能講的 那怎麼看呢 第一個是他跟你講說不是所有的normal form game 他都能表示成一個唯一的extensive form game 他這邊就舉個例子 哪一種狀況是會有一種很畸形的狀況 那畸形的狀況就是你會有碰在一起的狀況 就是假設兩個選項是給你一模一樣的效用 那你不知道說他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假設玩家1可以選n跟e 玩家1可以選c跟d 那這個是碰在一起的 nc跟nd的消耗是一樣的 是你無法分辨到底哪一個發生 或是他有沒有選擇你無法分辨 那ec跟ed兩個是不一樣的 不過沒有關係 那如果說你要把這個normal form game 把它轉成一個extensive form game的話 你就有一種轉法是 你要假設是讓玩家1先動 玩家1先動的話他選n選1 選n的話他是00 不管是玩家2選c或d的話他都是0 那玩家1選1的話 玩家2選c4這邊是d1 玩家2選d的話這邊是-12 那這是一種可能性 這是一種的解讀 就是他就是sequential的 它sequential的只是玩家1選n的話 玩家2是沒有任何的選擇可以做的 玩家2選c或選d都一樣 所以就是0 那另外一種解讀是 這兩個是simultaneous 這兩個是同步進行的 玩家1跟玩家2其實是 不知道對方做什麼 不知道對方做什麼 可是他所得到的結果是 玩家2選d或選c 選c或選d在n的時候 是得到是一樣的效用 所以他們兩個是可以同時選 可是如果今天是nc或md的話都是0 那另外一個是cd 這是跟剛才一樣 只是他不知道哪一個狀況是 玩家又不知道他在哪裡 就是simultaneous game 可是其實這兩個 都是可以從這個normal phone推導出來的 因為從這個normal phone的資訊 這兩個應該都是合理的 所以你不會有1E的對應 從一個normal phone game 你不會只有指到一個extensive form的版本 這個都是合理的 好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不是一個1E對應的狀況 你從extensive form 你可以寫回normal form 只是有的時候會有用餘 他有的時候你要把所有 沒有走到的路徑的狀況 把他duplicate 把他用餘出來 對 所以他可能一種情況 就是玩家2選cd 然後再讓他再進去 對啊 他可能也是有可能 他只是要說他不止一種 那因為我們無法看出來 就是他就是失去了時間性 失去時間性 所以他把時間性只是不考慮 所以應該是有玩家2先選 然後玩家1再選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一個表現方式 那我們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從normal phone 轉到essence form會有一個問題 老師是因為他在一開始看normal phone的時候 不知道他的時間性 所以才會在破產室上面 就提前出兩種 一種有完美性性的 也沒有完美性性的情況 有可能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時間性 所以你不知道說是玩家1 玩家2玩 先玩 玩家1先玩玩家2先玩還是同時玩 所以就會有這個 這樣這個就是一個玩家先玩 另外一個就是同時玩 兩個就是exence form跟一個長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是玩家2先玩 只是他沒有講 所以就會有這個問題 好 那 那也沒關係 我們就繼續看 就是 我們還是考量 就是現在要先看 battle of sexes 然後他是sequential move 就是sequential move的話 就是他有順序型 就是左邊這一個 那我們會說 他會 這個是我們想要看的 sequential move的battle of sexes 那他跟剛才講的一樣 他會有outcome式battle of sexes 就是他會有outcome式重複性的 我們知道說他的這個 equilibrium 就是next equilibrium 就是在simultaneous version 他會是 O跟O跟F跟F 那OOFF就是 這邊可能可以重複 就是 我們知道說OO跟OF是不會動的 兩個在next equilibrium上 如果是 如果他是simultaneous game的話 他是OO跟OF是可以動的 而是因為他是轉成 normal phone的表達方式 那他就會有replicate 那我們來看說他replicate 會哪一些是合理的replicate 哪一些是不合理的 好 就是我們看他replicate的狀況 就是 我們看 在 這個狀況下 剛剛講的OO跟OF是兩個 是next equilibrium 是他不會動的 這兩次他們 任何一個玩家都不會動的 因為他動的話 他不會增加他的報酬 就是這兩個是確定的 以前講的那個版本 就是simultaneous game上面 這兩個玩家都不會動 所以這個是都不會片面的動 是他們是next equilibrium 那我們要找是 有沒有可能有replicate 就是複製了另外一個 會出現的策略組合 然後這個策略組合 他到底是next equilibrium 那我們會發現說 有另外一個 就是被replicate 被複製出來 就是另外一個 回到 好 另外一個出來的是O跟OF O跟OF的話就是 他在這個時候 他也不會片面的改變狀況 那他是一個 他的選擇 他的結果是跟OO一樣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況呢 第一個分量是O嗎 第一個分量是O是 玩家2他也選O 所以他跟玩家E一樣 他的報酬就是2E的其中 第二個分量 他就不會動 那不管他在玩家E選F的時候 他選的是O還是F 是兩個都不會動的 那這個時候是可以從這個 Normalform game看出來的 因為我們根據以前一樣的這個做法 就是假設玩家E有不會動的話 他在上面就是一個上標 就是上Bar 然後如果玩家E不會動的話 就是一個下的Bar 那兩個都有Bar的話 就是一個National playground 就是之前我們做 那個Normalform game的時候的做法 那回去看這個做法 會發現說這邊有三個是 兩方都是不會片面改變狀況 那這邊有一個OF是他多出來的 他多出來的是 他在這裡面這個OF 他片面改變狀況也不會是有比較好 那這個是他在reputate上面 他有多出來的這一個National equilibrium 那會想說這個National equilibrium 跟先前的National equilibrium 有什麼不一樣的 但是多的規範是他在一個他沒有走到的路徑 就是玩家E選擇O 可是沒有選擇F的話 他就多了一個F給選 讓他只是這個時候 他也不會偏偏想要去改變 好 那他們會有一個Same outcome 就是他第二個選擇是O 或第二個選擇是F 他只要是第一個選擇是O的話 他都是不會想要改變狀況 所以這兩個都是一個 他會多出一個新的National equilibrium 只是他換成是Sequential game的時候 你會希望說看到哪一些National equilibrium是合理的 合理也是考量時間性的 然後時間性是 因為有些時候 你考量時間性是 你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未來會對你有一些不好的回憶 報應 或是應該是報復 哪一些是威脅是 你希望你的對手去做什麼事情 你現在提了什麼威脅 或是哪一些是什麼承諾 我希望是對手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給你什麼好處 那以後要討論的就是 從這場之後要討論 是考量時序性的National equilibrium 哪一些威脅或哪一些報復是可信的 就是credibility 就是可以相信的是說他真的會這樣做 哪一些威脅或報復或獎賞是不可信的 我們要把時序性考量在裡面 所以我們要分辨出這些National equilibrium 是不是真的考量時序性 就是考量這個time這個結構之下 他還是真的是可以相信 好 那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講的這個是O跟OF 跟O跟OO 他有一個不一樣的就是 他有沒有是equilibrium 就是玩家2他到底是 有沒有在那個equilibrium上面是 好 那這邊跟剛才的解釋還是 我們還是套用類似的解釋就是 在Essensive Form Game上面 你如果有一個Pure Strategy的話 他如果是一個National equilibrium 他就是選擇了一條路徑 他就是不會有人偏偏想要改變這個路徑 偏偏動然後會讓他的效能增加 他還是假設自己是租S 然後自己是Si star 然後其他人是S-I star 那兩方都是不會想要動 他是不會想要去偏這個路徑 讓他去增加他的 就是改變他的路徑 他也不會增加效用 所以他不會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要看的是 他跟你講的是沒有在路徑上的 就是剛剛講玩家1如果一開始選O 那玩家1如果選F的狀況是下 我會怎麼做 那我如果會改變的話 我的這個改變是不是可信的 我要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會有 什麼是在Equilibrium Path上面 還有什麼是不在Equilibrium Path上面 在Equilibrium Path上面 就是在那些Nash循環上面 是Equilibrium Path上面 就是他們真的是會玩到這個Path 那他的定義是 假設他有一個Sigma Sigma是他全部的這個Behavioral Strategy 就是他在每一個點上 他決定說他要玩各個行為的機率是什麼 那他如果是在Equilibrium Path上面的話 他就是Sigma會給他一個Positive Probability 就是他真的會玩到這個配置 還有正的機率 那of the equilibrium Path的話 就是說他根本不會玩到 就是說一個理性的玩家 跟他的對手玩 他根本就玩不到那個路徑 他就不在那條均衡路徑上面 那這個很重要是看說你的威脅 或者是你的報復是不是可信的 如果是在不在這個Equilibrium Path上面 就是不可信的 我們會以後會根據這個持續意念來看 他現在的這些威脅或承諾是不是可信的 好 那所以我們就要看說 他在Equilibrium Path上面 跟不在Equilibrium Path上面的行為是如何的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 有一個Nash equilibrium叫做F跟FF 他是跟你講說玩家1是出F 因為玩家1先走 那玩家2是出小F小F 是玩家1出O的時候他出小F 玩家1出F的時候 玩家2也出小F 他是一個Sequential Move的Lead of Next Game 那現在是把他給標註出來 他就是玩家1一定出F 玩家2是出小F跟小F 那我們要看說這個事情是不是可信 這是一個策略 就是看會不會改變 就是玩家1跟玩家2 有沒有片片的理由去改變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可以怎麼想 可以怎麼想是 玩家2他當然希望是到這個點嘛 就是對於玩家2而言 他是FF的狀況最好 對 FF狀況是他可以得到兩分 他是最好的 那他要怎麼樣跟玩家1講說 我要到FF 他可以跟玩家1講說 如果你選O的話我一定選F 如果你玩家1選O的話我選F 你不會得到任何分數 他會讓玩家1去避免去選到O 他就是一個威脅對不對 如果玩家1選O的話 玩家2他跟你講說我第一個分量是F 第一個分量是F 就是玩家1選O的話我會選F 我就是抵制你 我不跟你去同個地方 讓玩家1去避免他去選O 玩家1會去選F 玩家1選F的話他至少得1分 玩家1選O的話他得0分 所以他這是一個威脅的舉動 他跟你講就是玩家1選O的話我就是出F 玩家1選F的話我才會出F 我也會出F 所以他把這個路徑寫出來 玩家2希望他講FF是會讓玩家1選到F 這樣可以解決 因為都是backward induction 如果玩家1知道玩家2都是FF的話 玩家1會怎麼做 玩家1如果選O的話碰到的是F 會得到0分 玩家1如果選F的話碰到F會得1分 然後0分跟1分來比 那他當然是選F得1分 玩家2就能得到2分 所以他這個行為 這個F是一個威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看說這個威脅是不是合理 我們看他的威脅是不是合理 就是這個東西 玩家2會希望玩家1去玩F 那他玩家1如果玩O的話他就是抵持他 就是玩F讓玩家1都不要分 可是呢 玩家2如果碰到不管是什麼原因 他碰到玩家1他真的玩F 對不起他真的玩O的話 他真的出現在這裡這一支的話 玩家1個理性的玩家2會怎麼做 對 理性的玩家2就選O 他不會是真的是選F 因為他真的選F的話 他自己得了1分 所以他沒有道理說這個F是真的是這樣選的 所以他的那個威脅 他要引誘玩家1選到F的這個威脅其實是不可信的 就是Incredible 因為你考量持續性的結果 你萬一真的是走到這裡的話 你先前的所有做的承諾威脅 其實到這個點上已經不可信了 因為你在這個點上 你就是要做對這個點最有利益的事情 最有利益的事情 你不是跟玩家1選一樣的選O 所以你在剛才講的這個F 就是這邊的F其實這個F是不可信的 對玩家1來講 就是他可以不用主題說你在這邊是會選F 但他還是一樣他還是選O 然後我們還是最後會到O 他就有一個先戰者的優勢 因為玩家2是後戰 這個叫做後行者 那他跟你講說他的策略是什麼 其實他的策略你可以把它視為威脅 這個威脅也是不可信的 所以他這邊的講的是 他的這個F的這個information 他跟玩家1講的這個F的這個策略 其實也是不可信的 這個威脅也是不可信的 因為他真的到玩家1選O的那個點上 他也不會去選F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考量說 這種有沒有可信的跟持續性的狀況之下 他到底承諾可不可信 威脅可不可信是不是均衡 就是下一張以後又要討論 然後還要考量說是mixed而已 那現在都是看 現在是看pure這個威脅可不可信 這個威脅可不可信 承諾可不可信 然後之後就是看mix 好 那所以這邊也講的是 其實剛剛講過 就是在一些我們無法知道的狀況之下 如果玩家1他真的玩的是o的話 那玩家2還是會選o 玩家2不會跟他去玩f 玩家2玩f的話他是什麼都得不到的 所以他那個威脅是不可信 那在剛剛那個情境之下 他跟你講的是normal form的一個weak 就是normal form的話 他就是把全部的這個東西都寫死的 就是one and for all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simultaneous 可是他真的到了某一個情境之下 你無法考量他真的到那個情境之下 他會做什麼回調 就是normal form他無法給你清楚呈現出來 他就是有一個weakness在這邊 因為他就是 他事先都要先決定好 可是他真的到那個點 他要怎麼做 其實還是那個absence form這樣 比較能夠寫出來 那所以這一張就跟我們講 就是我們再回顧一下這張講的 這張就是把先前講的這個normal form 把它轉換到absence form absence form能夠清楚呈現實現的資訊 那有一些時候你以前的這個simultaneous game上面 沒有辦法呈現出來的 你會到information set上面 你會到information set在 讓玩家無法知道說 他自己是在那個賽者桌上哪一個位置 你用information set呈現 那他就在information set上面的話 他就會有相同的選擇可以做 相同的行動可以做 那他玩家是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在每個information上面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好 那如果說我們有perfect information的話 那剛剛講就是他知道說他在每個information set上面的位置 他不會有一個information set是多於一個點 那他也不會有nature在裡面 所以他every information set是一個singleton 是一個單點 這是perfect information 那我們也講就是perfect strategy跟mixed strategy 跟behavioral strategy的差別 perfect strategy就是你把一開始就先顯定說 每一個策略是什麼 就是只能做一個不能混合 那mixed strategy是把所有的perfect strategy做混合 那behavioral strategy是你每到一個information set 你就有自己的一個機率混合的行動可以舉作 好 那我們最後也看到說就是extensive form game 你可以轉到normal form game 是你給一個extensive form 你可以轉到normal form 縱使這個normal form 他可能把extensive form裡面的這些 一個一個的payoff給replicate 給duplicate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有兩個或三個以上的狀況 這個payoff會出現 但是呢你從normal form換成extensive form 他就不是有一個單一的轉法 他就是就會有時序性的問題 這到底是同時玩還是不同時玩 誰先走都會有不是一個的轉換 所以這兩種大家常用的這個方式 normal跟extensive就是各有例比 那如果是時序性的話 通常都還是用extensive來表達 那extensive表達的話就是 我們就會看說他的這些承諾或威脅 到底是不是可行的 那他到底是不是 這種均衡是不是要考量時序性的均衡 就跟先前我們考量非時序性的 就是simultaneous的那種均衡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現在以後就是看dynamic的賽局 然後看他的extensive是怎麼樣 就是這些威脅或承諾的主題 就是我們要看的主題 好 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可以玩那個一個太久沒玩小遊戲 這個 然後玩一個遊戲叫做nim 對不起我找不到一個更好的圖示 這個nim呢是 呃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過一個 nim的中文是撿石頭 然後或者是有一個遊戲叫做nim nim是拿的意思 還是年花惹草那個nim 可能我猜他可能是陰翼 他可能是陰翼 是nim 那這個遊戲是什麼 這個遊戲可能就是大家以前可能有玩過 就是 嗯 你說有些石頭在那邊 你跟你的對手輪流消掉石頭 然後 拿到最後一個 或是 拿到最後一個人是贏 或拿到最後一個人是輸 有各種不同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 就是我們今天要玩的 是其中一個很簡單的版本 那這個遊戲呢 就是被廣泛的研究了 就是在上個世紀初 在一九零幾年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Harvard的數學家 他把這個遊戲的所有組合幾乎都分析完了 那後來也變成是電腦 他就把他所有的東西都轉成二經位來解釋 都把他解決掉了 然後電腦的 就是也有寫成很多程式了 所以你也可以跟電腦玩nim 好我們現在玩的是一個 nim的其中一個版本 他就是分兩堆 你可以分兩堆的東西 一堆假設是四個 然後一堆假設是六個 那我們等一下要請同學上來玩 就是你可以一次畫掉一堆當中的任一個數 就是輪流玩 你跟你的對手輪流玩 那一個人假設畫這邊畫一個 這邊畫兩個 那畫你這邊畫一個 反正拿到最後一個人的人贏 我們的條件是拿到最後一個石頭的人贏 因為有些石頭版本是數 有些時候版本是1 然後如果我就隨便找兩個人來玩 那如果有沒有玩過 有玩過的人能不能舉手 這個版本 好像沒有嗎 因為我猜大家可能玩過不同版本的 可是玩過這個版本的有沒有 沒有好 那就 那我們就玩幾次 然後能夠找出贏的方法的人 就加五分喔 其中好加五分 好不好 我們現在都不要查 不要查什麼google 因為網路上一定很多這個解法 那大家都不要查 因為我另外一個有 另外一個目的是我就是不講我要玩哪一個念 所以大家都是現場想 然後也很公平 那如果找到贏的方法就是加分 好 那有沒有自願來玩 就是我不是跟我玩 就是我們 我們的做法就是每次請兩個人來玩 然後一旦有人想到贏的方法就是舉手 然後看那個音的方法合不合理 合理的話就加分 所以同學們可以任意時間舉手 或是就是現場如果現在有人知道的 因為我剛剛問大家有沒有玩過 看來都沒玩過 所以大家是在一個公平的基層田上面想這個問題 那我再解釋一次 這個丁的版本是兩邊各有若干的石頭 那一次你能拿到一堆石頭當中的任一個 拿到最後一個石頭的人音 你有沒有不清楚 這兩邊的線上 兩邊就是我找一個對手來玩 那一次我拿這邊 假設我說我拿這邊的一個 然後我的對手說我拿這邊的兩個 然後我說我拿這邊的兩個 我對手拿這邊三個 然後我拿這邊的一個 他拿走最後一個他就贏了 一次只能拿一邊 你能拿一邊的任一個 然後拿到最後的人贏 因為有太多種版本 所以我要 我這樣解釋清楚嗎 就不是說你只能拿兩個或三個 你可以拿任一個 你可能你把一邊都拿走 我說我要把這邊有 有 一百個 我一次拿走這邊一百個 然後對手拿一次四個 對手就贏了 對吧 好 有沒有人要上來玩 那我就沒有了 自願了 其實可能會覺得上來玩的人 會想比較多吧 當然旁觀者欽也可能 反正我們就是要看說 是有沒有同學能夠講出來 這個贏的條件是什麼 或是哪一個策略可以當這件事情 會贏 四個嗎 我們兩個來 來玩吧 就是 一邊四個一邊 一邊八個好了 你找到玩的 那你來玩吧 你要跟誰嗎 我跟你 跟我好可以 那你先玩吧 就是自己 拿最後一個就算贏吧 拿到最後一個就算贏 然後我只能拿你的 沒有沒有你兩邊都可以拿 那我一次全拿完嗎 沒有 你只能拿一堆的全部拿完 你只能拿一堆的弱感格 一堆的任意格 一堆的任意格 拿一份 可以啊 那我拿一個 然後如果我拿兩個 然後你 我不知道我會 規則還不太合 規則還不太合 你可以拿一堆裡面的任意格 然後拿到最後一個 在這個全部裡面拿到最後一個人的任意格 那我現在能拿三個嗎 可以啊 那我就算贏嗎 沒有啊 可是這邊還有四個可以玩 這樣 那我 所以你再拿一個 好 那我再拿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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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有想到嗎 能不能拿嗎 能不能拿嗎 我可以猜 可以啊 我猜應該是後空的人會 為什麼呢 因為假設前一個人 就是 就是 不管第一個人拿 哪一堆 他只要後空那個人拿 那一堆 就是另外一堆 那一堆 換個還是這樣 你要不要來 你先來玩好了 讓你後空 沒關係 我隨便 我不知道 讓你後空 我先好 好不好 這樣你覺得可以 你覺得你會 試試看 好 那我先喔 你後空不上 那我看這樣子 我就 你後空不上 拿兩個 我 不知道 好 剩一個 那我剩一個 到尾 對 對 你最後如果 你看到我最後要贏的結果 結果都是一片剩一個 對對 對 那之前呢 可是之前的策略是什麼 就是 先做到一邊是 只剩一個 然後 迫使對方 迫使對方是我 留下一個的前一步 對 可能還 我知道你才用 backward induction 最後的是一邊一個 然後 後空的回移 對不對 這是你到前一步 再前一兩步呢 我們要找的是策略 怎麼樣到那裡 OK 請說 先攻的回移 先攻的回移 他贏的條件是在 你要不要先攻 你來先攻吧 我不知道 因為 我還是 你要幾個 我的特別是 我先攻 然後我拿一邊的 剩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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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 我也剩一個 那換你 那換你 好你再想一下 還有沒有同學要上來吃 或者是想到 因為我知道這個解法是什麼 因為我看了答案 可是有沒有同學 能夠現場想到答案 你要上來玩還是你要 我如果是先把 兩邊的數量 減少到一樣 好 減少到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 因為下一個人就沒有辦法 就是 他怎麼樣都一定會剩下其中一點 對 對 那就是 那先減少到一樣數量的那一個人 就是 他一定會變成是最後拿到 是 就是最後行動的那一個 好 那這樣子先攻的人 後攻的人比較有優勢 我看後攻 為什麼呢 假設 我知道你那個非常接近 可是 可是先 為什麼後攻有優勢 如果 如果一開始 兩邊數量不一樣 那後攻的為什麼 如果先攻的其實讓他一樣 那後攻的優勢在哪裡 對不對 還差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還來嗎 還來 還來 那你可以再來 等一下 你要 你要先攻還好 我先攻 好你先攻 對 對 對 好你贏了 對 這個時候你可以 所以 應該先攻 然後把兩邊 弄成是一樣的 先攻 把兩邊弄成是一樣的 假設你 那你錯了 那如果兩邊已經一樣了 那你先攻 我就後攻 你就後攻 好 兩邊一樣我就後攻 好 好 那就 好謝謝 那就這個是答案 這個是答案 就是 剛剛同學已經講了 你的策略是讓兩邊的數量一樣 兩邊的數量一樣 因為對手一定會 你就是模仿對手的策略 可是對手到最後一定會拿走一邊 因為有一邊一定要變成另一邊 然後剩下的人 就是你自己 就是拿走另外一邊 就是我要是相稱的前一步 可是呢 這個先攻跟後攻也都有可能 要看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已經到這個狀態 如果一開始已經到這個狀態的話 那就是要選後攻 那如果一開始還沒到這個狀態 你就是要選先攻 你要讓他到這個狀態 到這個狀態是兩邊一樣 所以這個賽局也跟我們講 就是先戰者優勢或後戰 先攻者優勢或後攻者優勢沒有一定 亂看你的規則 你的這個賽局 有些時候是先攻者是有優勢 有些時候是後攻者是有優勢 所以不一定 要看你的策略跟賽局 然後這個是拿到最後的人贏 拿到最後的人輸也有不同的 或是一次拿幾個 一次拿兩個或拿三個也有不同的 這只是一個遊戲而已 其實這個就跟那個sequence就跟你一樣 你拿了幾個 然後最後一個拿到的人 好 那就我們兩個同學 等一下下課來找我 我們就各加五分好了 好 那同學們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今天上課或到現在 好 那沒有的話應該 那我們就可以來拿一下小考的考卷 那我們就今天上課到這邊繼續